Hello 大家好 我是Howard 最近這幾個月在網上造勢做了這麼厲害 Nothing Phone 1終於來到我們的Studio了 其實我們都在網站上出過文章 也都在今期熱話上講過這部電話 Hit rate 都真的挺高的 也挺反映到大家其實都挺想看這部電話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今天就跟大家開箱看看這部電話 是不是真的這麼值得大家期待 可以看到它的包裝都是一貨 Nothing 是非常之簡潔的 整個包裝是看不到電話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那它就只是寫了 Nothing Phone 1 就沒有其他東西的了 那麼在一個這麼薄的盒子裡面 大家都應該預示到它應該是沒有送火的了 可以看到這次我們開的這部其實是黑色來的 那就是這部 Nothing Phone 1 除了白色之外 這個也都有黑色的 那我們就馬上開了它 它就不是一個盒子的設計 它是把電話放在裡面的 你是不能打開這個盒子的 那這個就是本體 放在裡面先 那這邊呢 抽出來 那這裏呢 就有一個SIM卡的針 哇 這個真的幾特別 有少許像一些燈泡的東西 一條 Type-C 和 Type-C 的充電線 那之後呢 就有一些說明書呀 保養那些東西 然後就沒有其他東西了 比我想像中漂亮很多 那個背部 可以看到呢 其實它就是和 之前曝光過的白色一樣 就是一個全透的機背 那它裡面所有部件 都是用了黑色去搭配的 左下角呢 就有 Nothing 這個 Logo 在這裡 然後呢 就有些認證那邊的東西 它是有跟著一塊原裝的螢幕貼在這裡 好 那現在呢 趁它設定中 都說少少 我對這部 Nothing Phone 的看法先 那其實市面上呢 就不是第一次出這種透明機背的電話了 最印象深刻就是 HTC U12 Plus 和小米 8 出了一個叫透明探索版 但是那時候的透明機背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看上去很漂亮的一個設計 因為它本身呢 是沒有放任何的功能在裡面的 那如果大家有了解過這部電話的話呢 那其實它機背這個燈光系統呢 就叫做 Glyph Interface 那其實它就是兼具了一個 Notification 的閃燈來的 那其實呢 這部 Nothing Phone 1 一上手的感覺呢 我就覺得是 真是像 iPhone 12 好老實說 它就是一個 很平的 邊框 而正面呢 也是一個 Flat的螢幕 還有它就是一個 左邊 左上角打孔的一個 OLED 螢幕 好那首先要試呢 當然就是這個 Glyph 的 Interface 那畢竟都是它 Nothing Phone 最 Signature 的功能之一 那其實呢 它主要就是分了 五個部份呢 去顯示它的燈光的 那一開始就見到它的亮度的調節 那我不要那麼光了 其實它這次主要都是和 Ringtone 和 Notification 升了這個功能的 那首先進去 Ringtone 看看 那應該已經閃著了 那其實呢 它就預設了一些不同的 Ringtone 然後呢 就會搭配 小聲一點 就會搭配不同的閃爍的組合 那除了 Ringtone 之外呢 那在 Notification 呢 也都是有 不同的組合的 翻轉到 Glyph 那其實呢 它就有少少像一個靜音的功能 那當你開了這個之後呢 那你把這部 Nightmare Phone 這樣 那個螢幕向下放的話呢 那它就自己進入了一個靜音的模式的了 那就只是透過機背這個燈光去提示你 是不是有電話進入或者是不是有 Notification 那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幾實用的功能來的 那就是不用每次都要進入去 來設置震機或者靜音的 那下面呢 那下面呢 還有一個自動關閉的 那其實呢 我猜它就是 給你設置你睡覺的時間 那你睡覺的時候呢 就不會被這些燈閃醒了 那這裡呢 都想問問問大家 大家平時擺電話是怎樣擺的呢 那我想99% 就是我自己 我都是螢幕向上擺的 那其實如果我是這個習慣的話呢 我是看不到這個閃燈是怎樣閃的 這次如果官方出case呢 到底這個設計會是怎樣呢 就是會是一個純透明的case 還是它會漏空了這些閃光位出來呢 這個也是值得期待的一件事 因為它這次的包裝是沒有送case給大家的 那機背這麼多的LED燈呢 除了是跟Ringtone升了之外呢 其實它都可以拿來做曝光的 那只要你進回相機 然後呢 在閃光燈那裡的膠呢 那它呢 就可以做到一個 補光的功能 那這個補光呢 我想就會好過普通平時 即是只有一盞的那些閃光燈呢 甚至閃光燈呢 那這個其實都 某程度上都是一個實用的功能來的 那它呢 還有一個 攝錄的指示燈 那當你 攝影機 那它呢 這個位呢 就會有一盞紅燈在那裡閃一下閃一下 那最近的Vlogging的相機呢 很多都會有的 那在電話上面呢 就真的非常之少見了 這次Nuffin Phone呢 後製就有兩個鏡頭啦 分別就是一個五千萬像素的主鏡頭 用了1 over 1.56吋的CMOS F1.88的光圈 和24mm的焦距 而另一顆呢 就是五千萬像素的超廣的鏡頭 F2.2的光圈 和支援一個4cm的微距攝影 那它最高呢 就支援到4K30格的錄影 1080p 120格的慢動作錄影 和呢 它在1080p的錄影呢 亦都支援一個錄影的夜間模式 那都幾期待我們試一下的 那可以看到啦 其實呢 它預設呢 就有主鏡頭啦 超廣角啦 和一個兩倍的 那這個兩倍呢 就是Crop的而已 那還有呢 它都有 錄影模式 慢動作模式 然後這邊就有人像 那可以模擬回不同光圈的散景 那還有呢 它亦都有一些縮視啊 全景啊 微距是藏在這個位置 原來 和一個專家模式 那就這樣 初步看來呢 它的顏色我是挺喜歡的 是很自然的 還有這個白平衡都做得挺好的 這個主鏡頭來說 至於微距模式呢 那它的白平衡呢 就馬上不同了 整個顏色呢 是和剛剛主鏡頭拍的很不同的 那它正面呢 就是一個6.55吋的1080p的OLED螢幕來的 那支援到HDR10 Plus 最高是可以去到1200nit的亮度的 那它的Refresh Rate呢 是支援60去到82Hz的Adaptive的調節的 那可以見到在設定裡面呢 它是有一個高刷新率螢幕的設定的 那就是可以自動將某些內容呢 就由60Hz調高到120Hz的 那初步呢 那我就在YouTube上 開了一條HDR的影片 來看啦 那我就覺得呢 它的顏色呢 就是OLED一貫的 非常鮮艷的發色來的 還有呢 其實它的HDR的效果 我都覺得是做得不錯的 在一些高光位來講呢 它都突顯到那種 光猛的感覺 那當然更深入一點的測試呢 就要放在之後呢 可能用回 可能DC Plus 或者Netflix 來試一下 Nothing Phone 1 就用了Snapdragon 778G Plus的處理器 分別就有8加128GB 8加256GB 和12加256GB 三款選擇的 它就有一個4500mAh的電池 支援33W的PD發作充電 和15W的無線充電 它就用了藍芽5.2的格式 有NFC 也都支援到Google Play 那今次的開箱呢 就來到這裡了 那我對它的印象呢 就是一個設計漂亮 亦都幾平均的一部電話來的 大家如果想看我們試些什麼 知道它哪一方面的表現是怎樣 或者會不會和其他電話比較呢 都歡迎在留言告訴我們 我都盡量去幫大家試盡它 好 那今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記得Like、Subscribe 和按我的通知鐘 那我們就下一條影片再見了